歡迎收看889的汽車頻道 我是Amy MGHz在中型SUV的市場 頭下有多顆震撼彈 從最一開始1.5T的汽油版車型 到後來的PHEV插電的油電混合車型 相同的策略也延續到這台2.0T AWD的車型上面 它的同期對手像是Toyota的RAV4 福特的KUGA SUV80的FORESTER 還有Mizmich的OUTLANDER 它都是在相同的集聚範圍下 具備四輪驅動底盤的車型 但是他們在價格上面還是有點落差 同時在動力系統的配置上也略有不同 但我想MGHz它最大的對手 反而不是這些同級車款 畢竟剛剛有提到了 它有價格上面的落差 還有配置上的不同 我反而覺得它最大的對手 會是自家的1.5T的車型 畢竟16、17萬元的價差 你確實可以買到更好的動力 但同時你也必須要背負 更高的油耗還有更高的稅金 那這樣的價差 你得到的最大的動力是值得的嗎 還有可以解決我什麼樣的問題 這都是我們今天在影片中 想要找到的答案 那當然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會站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進行分析 提供大家值得買跟需要考慮的理由 內裝機能如何 106.9萬元的售價 買到超過200P的動力 還有四輪驅動的底盤 在市場上確實已經 算是CP值很高的選擇 但是除了動力系統之外 在配備上面2.0T的車型 確實還是會比1.5T的更豐富一點 以外觀來說 它原本18吋的輪圈 現在變成19吋 而且配了米其林PS4的跑台 那在內裝這邊呢 很明顯的就是BOSE的影響 再來就是跟動力系統相關的是 這邊有兩個按鍵 一個是怠速起臂 那它的怠速起臂有一個很棒的設定 就是它具備記憶的功能 我這次開車的時候 如果把它關掉 下一次車子重新啟動之後 它不會自動的把它開啟 這真的還蠻符合 民眾的使用需求 免得你每次上車 都要在那邊開開關關 再來是四輪驅動的Log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可以在 時速60公里以下的時候開啟 那開啟以後呢 系統就會把動力自動 強制分配在前50後50 可以用於一些低抓低的路面 比如說沙地啊 或者是一些歷石地 那其實大家應該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內裝的設計是一樣的 材質的運用是一樣的 所以優點一樣缺點一樣 優點當然就是 它的配備確實是給的很豐富的 12吋的電子儀表 10吋的中控螢幕 然後還有無線充電板啊 Auto Hold啊等等等等的 那在材質的運用上 確實處理也都不錯 軟的塑膠 然後摸起來觸感都很好 下面算是硬塑膠 但是表面處理並不會很粗糙 所以整個座艙的空間跟質感營造 確實是挺不錯的 但缺點也存在啦 比如說它的電子儀表 現在看反光還是很嚴重 再來是中控的螢幕 它在操作上 它的反應會有一點點頓底 而且冷氣空調的操作 也是稍微頓底一點 那我們還有發現一件事情是 360度環境 比如說你現在車子在倒車的時候 它也會有點卡頓卡頓 Lag lag 所以在看起來有點矮油 然後當然還有一個是 Apple CarPlay 連線嘛 但是只有插在右邊這邊 操作上面略微不直覺 但是每一個配備 想要提供給消費者 民眾跟車主的功能性 它都有確實的提供出來 只是表現上面沒有那麼細膩而已 再來是座椅 一樣造型非常亮眼 在調整上一樣有之前的問題 椅墊沒有辦法前面翹起來 略微可惜啦 但我覺得這個都沒有影響到 HS本身的本質 就是想要提供給消費者一個 CP值很高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們想要看到 每一個功能更詳細的操作 跟每一個介面更詳細的操作 可以參考我們之前的影片 1.5T的車型 還有PHEV的車型 都有更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看看 後座有什麼改變嗎 或是其實沒有什麼改變的 走 就如同我們的預期 這個後座確實是沒有什麼改變 但優點就是空間確實是表現不錯 那既有的配備 比如說後座出風口 兩個USB的充電插座 底下有一個收納空間 這些都沒有改變 但缺點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即便HS它不是電動車的車型 它這個座椅的高度 還是稍微比較低一點 所以在腿部的支撐上面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完善 但好處是 腿部的空間蠻大的 所以你可以自由調整你的座姿 那這一點是完全沒有壓力的 再來就是 國穎的高度很低 而且寬度很寬 然後椅背 也可以做多種角度的調整 所以你可以去調整你的座姿 到舒服的狀態 中央扶手拉下來 也有一個杯架 但整體來說 基本上它的配置跟空間的表現 還有整個質感的鋪陳上面 都跟1.5的車型是沒有什麼不同的 接下來去看看後車廂 後車廂有一點點些微的變化 那我們到後車廂再說明給大家看囉 行李箱夠大嗎 後廂空間乍看之下 確實跟1.5的車型是相同的 確實啦 以標準的狀態下 463公升的容積 後座椅背傾倒1287公升的容積 這個都是不變的 而且有很好的平整性 但缺點就是它沒有任何的機能 後座的椅背也沒有辦法從後箱快速的傾倒 那至於剛剛提到的差異是哪邊呢 這個底板拉起來 這個收納格是一樣的 但是再往下一層 多了備胎 可能是因為有BOSE影響系統的關係 所以多了備胎 當然也多了隨車的工具 像是千斤頂啊 還有一些裸酸等等的 實際上面它的空間擺放呢 我們這一次再一次的替大家示範一下 我們直接擺進去 對 29吋擺下去 就已經到底了 離裂有點近 感覺有點緊張 但關起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然後兩個 20吋 兩個20吋也可以用一個很標準的方式擺進去 確實喔 463公升的後箱容積 在同期對手裡面 看起來確實是弱勢啊 甚至是最小的表現 但實際擺放起來 空間方正 然後都有直容 所以整個空間感還不錯 至於呢 還有沒有其他缺點 我剛剛有發現一個 就是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尾箱的高度是特別低的 我個人是176公分啊 可能會有點敲道的危機 如果你身高再高一點的話要小心一點 再來就是電動尾門 這也是一個 在同一對手裡面 這個價格帶裡面不錯的配備 好 看完後箱 現在我們就去 實際上用試駕看看它的重點 動力系統 到底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吧 動力順暢嗎 視線啊 空間啊 煞車 這些項目的表現 其實2.0跟1.5T的車型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這些環節HS的表現的話 可以去參考我們之前的影片 那也麻煩 簡介幫我做一個連結喔 至於最大的差別當然就是動力系統 2.0的車型用了2.0升的四缸溫輪增壓引擎 它的最大動力有提升到了233p 跟37.8公斤米的最大扭力喔 那先前我們的同事 有實測過它的百公里加速喔 最快可以測到7.8秒 所以在動力的反應跟數據上面喔 是無愧於它有233p的最大馬力的喔 那至於實際的表現呢 其實開起來是蠻過癮的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轉速喔 如果說你的轉速在2300轉移以上的話 你會得到相當不錯 甚至是活潑 甚至是相當有衝勁的動力表現喔 這樣子的動力反應喔 在快速到路的80公里啊 高速公路的100公里 再加速再超車 甚至到120公里甚至更高 它的反應都是蠻充容蠻飽滿的喔 甚至是如果你的轉速這樣上攀升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很有衝勁的動力反應喔 但就如同我剛剛說的喔 你可能要特別注意你的轉速 可能至少要在2300轉一下 如果你是1800轉或是1600轉的 這種巡航速度的話 它的反應可能就會稍微慢一點了 那當然再來就是變速箱了 變速箱1.5跟2.0的差別是 1.5T是7速雙離合 2.0是6速雙離合 那這兩者之間變速箱的反應呢 其實我個人會比較喜歡1.5T的7速 因為2.0T 6速雙離合 7的變速箱反應就更慢了一點喔 常常在起步的時候 你會感受到它好像有一點 不太願意結合 然後連帶的再加上一些 剛剛有提到的 可能動力涌線的反應 比較遲滯一點點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整個開起來 有點自愛難行 你可能必須常常要把你的行車模式 切換到SPORT或者是SUPER SPORT 你才會得到比較快比較即時的反應 但同時如果你切換到了 SUPER SPORT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 它有時候結合的反應 好像來得有一點點突然 在整個駕駛的感受上面 舒適性就會受到一點點的影響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整體來說 如果說你常常跑一些高速公路 或者是比較中高速域的巡航的路程的話 我覺得2.0T的反應 可能會比1.5T更衝容 開起來更舒服一點 開起來怎麼樣 2.0T的車型呢 因為四驅系統的關係 所以它的車重已經超過1700公斤了 你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車子稍微沈一點 但也比較穩一點 那原廠有針對它的選調 重新調整一下 但我想比較大的差異 還是在於四驅系統 那這套四驅系統呢 它其實並不是全時的四驅系統 它是40的四驅系統 那它會針對你的路況跟車輛的反應 在前軸後軸進行50比50的動力分配 但除了我們前面有提到的LAC模式 60公里以下的LAC模式之外 它都是自動去調節的 那在反應上呢 確實如果你在快速道路上 一些比較大的彎道 時速比較快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 車身在彎道裡面的動態 是比較穩定的 循跡性也稍微好一點點 但如果是以超駕的面向去 檢視這套四驅系統的話 它的表現就不是那麼突出了 甚至會改變了一點點 車身的動態 當然這可能也跟它的全胎配置 米其林的PS4有關啦 相較1.5T的車型 在彎道跟山路裡面 如果你稍微用力的去Push它的話 它會有一個很動感 或是甚至活潑 甚至是有一點帶滑動的特性比起來 2.0T它的表現就減少了 它的車身反而是一個相當穩定的態勢 過去那個比較滑溜的車尾減少了 甚至會帶有一點點的轉向不足 那這一點可能跟它四驅系統的 分配速度有關 我其實在彎道 比如說我要入彎要出彎補油門的時候 我感受到的更多的 還是來自於前軸的動力 而不是來自後軸輔助的動力輸出 這套四驅系統的設定 可能就如同原廠給它的定位一樣 它是一個比較偏向家庭 比較安全 比較舒適的設定 而不是一個偏向超價 或是運動化的四驅系統的設定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可惜的地方 畢竟你給了一個超過200匹的動力 然後又有四驅系統 你難免會給人家很多的想像的空間 你會覺得說這台車是不是有一個相當運動化的反應 但是話說回來 就是它的底盤的扎實度還是很夠的 所以如果你抓到一個良好的節奏去操控這台車 去駕馭這台車的話 你還是可以得到一個很穩定的動態 那至於這套四驅系統的越野能力呢 雖然說它有Lock所值的功能 我想它勢必可以提供駕駛一定程度的幫助 但原廠不建議我們去測試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們有想要買這個2.0T的車型 如果你們到交車的時候 對於它的越野的表現 有任何感想的話 我都歡迎你們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 因為其實我們也很好奇 那至於2.0T跟1.5T 比起來它最大的價值在哪 我覺得比起四人驅動系統之外 我反而覺得它最大的重點來自於整個動力的增長 因為在高速巡航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的狀態下 它的反應確實更好更從容 如果要去思考 什麼樣的人比較適合2.0T的話 我反而覺得 如果你常常跑高速公路或者是你的通勤範圍 可能要跨縣市或是常有快速道路的話 2.0T會比較適合你 至於1.5T的車型 如果你日常的使用 就是一些市區的通勤代步 偶爾出去玩 開開高速公路的話 我想它的性能都是可以對應的 那至於市區系統呢 我個人覺得在HS上面 它的吸引力沒有那麼的大 該買這台車嗎 總結之前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車款 是國內市場唯一一台 在百萬內的七人座SUV Luxian的URX NIO 那麼如果站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進行分析 MG的HS2.0T AWD的車型 又有哪些值得買哪些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 清明價格 雖然HS2.0T AWD的車型 它的售價已經突破了百萬元的價格門檻 還有四輪驅動底盤的車型 除了動力表現更出色之外 四輪驅動的底盤 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循跡性 而且它的四輪驅動底盤 具有中央差速器鎖定的功能 對於車輛的穿越性也有所幫助 第二個優點 動力飽滿 2.0T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可以提供233匹的最大馬力 還有37.8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實測百公里的加速 只要7.8秒就可以完成 有相當鮮明的動力運動性 這對於高速公路 還有快速道路的巡航 跟載超車的加速表現 都可以更充容更舒適 第三個優點 配備豐富 HS各車型都有亮眼的配備表現 2.0T的車型也是如此 除了完整的Level 2駕駛輔助系統之外 包含了全景天窗、品牌影響、環景系統 還有電動座椅等等的配備 都在列表之中 並沒有因為親民的價格 而在配備的表現上有所妥協 有相當亮眼的CP值 那麼需要考慮的理由又有哪些呢? 第一個理由 動力反應遲滯 HS2.0T的車型動力數據不俗 但是低速的輸出略有遲滯 而且變速箱的反應跟接合也比較慢一點 與其2.0四驅直覺的運動性定位有點落差 駕駛上也需要時間習慣 第二個理由 後箱空間較小 HS的後箱空間僅有463公升 如果後座的一倍傾倒之後 則是1287公升 這在中型SUV的極距裡面 比較不具競爭力 如果你是考量到空間需求的買家 你就要多多考慮囉!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 打開小鈴鐺 就可以及時收到我們的上片資訊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